美国4月6日宣布将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 其中包括首次对俄总统普京的两名成年女儿实施制裁 普京的两个女儿玛丽亚普京娜和卡特丽娜寄货诺娃 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也很少在官方场合被提及 一名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 我们认为普京的很多资产都隐藏在家人的手中 这就是我们针对他们的原因 白宫宣布 除了普京的女儿 美国还将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妻子和女儿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也在被制裁之列 除了针对个人的制裁之外 俄罗斯最大的两家银行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阿尔法银行 也将首次受到全面的封锁性制裁 尽管在能源采购方面有所例外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表示 这意味着除了能源行业之外 所有美国实体都将被禁止与他们进行交易 与此同时 总统拜登还将签署一项命令 禁止美国个人和实体在俄罗斯进行新的投资 迪斯表示 其他将受到全面制裁的俄罗斯国有企业 还包括联合飞机公司和联合造船公司 他指出 这些大型国有企业 大多与俄罗斯政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我们也将实施全面的封锁制裁 一名高级政府官员称 美国财政部将于7日宣布对俄大型国有企业的全面封锁性制裁 但是不包括能源行业 刚刚过去的周末 乌克兰方面爆出基辅附近的布查和其他地区 有大量平民被俄军杀害 引发西方强烈谴责 但是俄罗斯方面坚决否认这一指控 此后 美国财政部宣布 禁止俄罗斯从美国金融机构的账户中以美元支付任何债务 此举意在加大对俄罗斯施加的压力 并消耗其持有的美元 欧盟委员会也云5日提出了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 包括煤炭禁令 对寡头和其他俄罗斯精英及其家人的新惩罚 出口管制 以及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欧盟港口等措施 这些提议也包括对普京女儿的制裁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欧洲与北约盟国举行会议 协调对俄罗斯的最新惩罚措施